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位田姐儿又哭了 是谁蝶勇的非常厉害的勇将张雨菲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他白米那个时候 他觉得是没有真的完全的如常发挥 他希望200米拿回来 结果这200米现在也没有办法拿到他的金牌 多痛他就很伤心 他讲说可能是把自己逼太紧了 执念太深了 但他也强调虽然说他不怪药检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他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这几天他去到了这个法国去 然后又遇上了这个生理节第一天 然后又这个有药检清晨起床等等等 这一些呢 让他其实身体的状况 生理的状况真的是有受到的影响 可是他一再强调说 运动员就是不能有借口嘛 你上了场之后 你就是应该好好的表现 但是 他就想问你这么一句 当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 澳洲电视台的记者问他说 我已经是第九次向你发问了 你对于你减入这个兴奋剂的丑闻 你怎么说 他就想直接的回怼他 他怎么说的 他说 中国运动员游的快的时候要被质疑 那美国的运动员那位女飞鱼拿到八块金牌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他呢 女飞鱼现在也称霸这么多年了 每一年都有金牌进账 为什么没有人质疑他呢 不管是男飞鱼还是女飞鱼 没有人认为美国运动员拿金牌 是跟所谓的要减有关系 为什么当中国的选手拿金牌的时候 就会认为是跟要减有关系呢 他想问的是为什么 好 其实不是只有他而已 在这个运动场上头 大家常认为说应该跟政治分开啊 但是这一次的奥运 确实你就是会很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氛围 比如说潘斩热 他呢 是自由式百米夺金 结果现在澳洲的游泳教练出来说什么 四个字 诶 五个字 非人类可能 什么意思 他就说呢 他对于那场赛事来讲 他觉得啦 以一个身位胜出百米的自由泳 他觉得那样的速度 根本没办法做到啦 是非人类的可能 当讲出非人类可能的时候 大家就想问 他就是真的做到啦 那你这个意思是说 他可能也是跟用药有关系吗 这不就是很义有所指吗 可是英国选手反而力挺他 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应该受到质疑 好 大家就想问 潘斩热 他为什么能够拿到金牌 能够再一次突破自己先前的世界记录 他说啦 就是因为呢 诶 第一 那个时候美国澳洲选手 他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被无视了 对方直接没理他 然后呢 美国队的选手在训练的时候 翻滚直接往中国队教练的身上见水花 他觉得那个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这样子 好 甚至呢 当他问他说 那你究竟怎么能得金的时候 他讲 就憋着一口气吧 好 那个感受就是告诉大家 他用成绩说话来争气 他就是因为憋着那一口气 然后所以他感受到了 那在最后的时刻 他觉得他把最好的自己拿出来 而他也回应啊 说其实啦 要减的话 大家都知道嘛 他们现在就要减很平常嘛 两三天一次 正常的话是一天一次 有时候清晨来敲门等等等 大部分的泳队选手 他们虽然对此会觉得有点恼怒 但是问题是他们也都接受 因为这个就是规则 这个就是规矩嘛 但是就连谁 就连这个BBC他们也都在问 说到底为什么世界反兴奋剂结构 会觉得被夹在中美之间呢 是不是是因为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 蔓延到了奥运的舞台 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想要透过这些设施的运动员 来捞取一些政治筹码呢 好 其实呢 在网络上面的讨论 不是只有跟用药有问题而已 还有跟什么有关系 连学士都有关系 所以上面现在讨论什么 讨论全红禅 说他14岁的时候就拿了个金牌 然后呢 还特别的讲到 说那个时候他有接受访问嘛 他讲说拿金牌是因为家里穷嘛 他想要赚钱 然后呢 也觉得去到那边包吃包穿啊 包这个相关的训练 他觉得很好 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他自己的长才 但是呢 下面的留言讲什么 讲说他是接近一个文盲 没有受过正常的应用教育 甚至还说呢 欸 退役之后要怎么办 他会沦落到什么程度 大家开始在问了 为什么会反而在这个时候去讲 他是一个文盲呢 只因为他讲话他回答的时候有时候支支呜呜嘛 他可能就是一个哀人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 把自己的这些意见 能够如常的这样子很顺的表现出来 也许面对镜头他紧张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话 大家也想问啦 所谓的运动员之间 他们其实彼此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 全红禅 你说呢 他好像是一个文盲 欸 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看看 他跟英国选手很好耶 他每次呢 去到国外来比赛的时候 英国选手还曾经把他熊抱起来 两边还写上是闺蜜 那文盲他要怎么跟他沟通呢 对不对 啊另一个 像这次拍照的时候 孙影莎 欸这个是 这个求后让出C位 跟中朝韩的选手来拍合影 而戴姿影 这一次呢 大家 小戴真的做得很棒 他虽然说呢 最后没有进到 他自己理想的成绩 但是呢 他的一篇po文 包括对岸的陈雨菲选手 也来留言说 你真的很棒 所以大家也想问啊 像林云如 这一次其实呢 也表现得很好 可是呢 大家在讲说场上彼此厮杀 私底下跟大陆球王也是好朋友啊 甚至还一起去唱泰勒斯啊 所以大家就想问 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运动员做到了 但是真的没做到的 又是谁呢 这些运动员平常接受 是非常严格的考验 也非常严格的训练 甚至呢 现在也被发现 他们其实包括了中国的国家跳水队 这几年越跳越好 后来知道了 啊原来他们也采用了百度的AI的技术 来帮忙做这个训练 全共产就有讲到啦 说这一些辅助训练系统呢 都会帮忙他们做细节的演练 然后告诉他怎么做 能够做得更好 诶 画面上所看到就是这一些的3D视角 而另一个部分他们的反船的反版队呢 甚至还用了这个联想的AI技术 希望说呢 能够来帮运动员制定 他们个人化的一些肢体动作啊 运动轨迹等等等 甚至呢 也有用风动来备战 这个是大陆的科技 太空科技 他们就特别提到竞速类 其实呢 他就是一个爆发力嘛 那希望呢 透过风动这一边 来训练他们的运动姿势 甚至呢 让运动员可以实现 一天当成一周恋的梦想 勇队这一次引起很多的争议 但是也因为他们表现很好 所以现在呢 也让很多国际间 看到他们的表现 现在也在讲啦 其实他们的黑科技还有什么 还有洲际飞弹 什么意思 也就是他们利用火箭跟洲际飞弹的灌导技术 能够训练他们在水中的阻力 改进他们的游泳技术 这一些都是科技 给他们的技术上面带来的帮助 还有给他们更多的理解 其实想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你怎么样来看 运动场上 其实运动员 你看我们刚刚这个讲法 他们彼此之间是很好的 他们彼此之间是良性的竞争 但问题是 运动场外 大家想要问他们的那些话题 很常让人家觉得 你真的没有政治味吗 我们常常讲说 政治是无所不在 这些国际政治 尤其是无所不在 国与国之间 那种竞争 以及为了要在竞争中获胜 彼此角力 从那种军事的这种领域 延伸到譬如说外交的领域 其实在运动场上 也是他们竞争的很重要一个领域 所以你看这个 每次在算那个奖牌 奖牌巨多那几个国家 几乎就是那个 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常任理事国 然后你再加上譬如说像日本 可能还加上澳洲 南韩这样子 就这个样子 所以以前如果美国跟苏联 现在改为俄罗斯了 这在争 后来中国大陆就快速的串起 所以现在就变成主要 这么十几年来 我们看到大概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之间在竞争 在体育台上 在体育这个场上在竞争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说法 这种网民的那个声音 力量就变得很大了 那他们很多的表达 未必可以完全代表政府的看法 或是主流的看法 但是的确他们的讲法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 譬如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 其实还真的是蛮大的 那个网民之间的彼此的那种攻击 那看起来是蛮强烈的这样 不过我的感觉是这样 如果这种大家的竞争 在这个体育场上 这个大家都还可以被接受 只要不要说变成说那种真正的战争 我想那个就是很可怕 所以这种体育场上的竞争 是一种文明的竞争 它的影响至少不会造成 所谓的百姓的死亡 伤害 财产的损失 至少不会这个样子 所以都应该被容忍 至于说这种药检的问题 好像今年一直都在 药检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不像今年好像被讨论的特别多 当然这个就要看你的药检的做法 公平不公平 就是说如果你说清晨被叫醒 就这个盘展乐所讲的 有时候清晨被叫醒 做一个要件 这对一个游泳选手来讲 当然是非常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大家的实力很接近 那你这个晚上多睡一点 跟少睡一点 可能到第二天早上的这种 比赛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 那个十分之一秒的这种影响 那就决定了这样一个胜负 所以这个就要去看 如果有人去做一个统计 是不是有哪一个国家 大部分的时候药检的时间都在清晨 人家正在睡得正好的时候 在梦想中把他叫醒 那去做药检 那他回去又非常不好睡 有没有特别针对哪一个国家 如果其实他这个是一个random 就是那种随机的 这样一个抽检的 那我认为就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们要有一些研究 然后他们要公布他们的研究的所得 然后他们要把游戏的规则讲清楚 就是说我们这药检是根据什么方式 来执行 然后用什么方式 我们也来做这样一个检讨 我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大概就更加能够服众 但这种斗争大概都一直会在 一直会在 是 三级教教教老师怎么看 国际奥委会已经对于美国的奥委会 提出警告了 所以如果在药检上 在这样子有歧视性的行为 持续下去的话 他们并不排除取消美国办下架奥运的资格 所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 美国会不会调整 会不会修正 这要看之后的这几天 美国人会怎么做 不过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游泳队 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主要的这个是根据科学的依据 所谓的科学的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游泳队是越来越强大 而中国大陆的游泳队 所以根据他们的资料 他们的记录 他们在国际的赛场上 跟他们在大陆内部的赛场上 他们所留下来的记录 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奥运 击败美国 过去美国整个支配了整个游泳的项目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白人的天下 就好像说在田径场上 他们在过去认为是非洲人的天下 然后白人就是支配了整个游泳 那现在的情况是跳水也输了 跳水输了 然后接着水中芭蕾也开始输了 然后现在是连游泳也开始是没有绝对的优势 对于这些白人至上的人来讲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也不可理解 那这样的情形 他们看到了科学的数据 说中国队的游泳的数据是如此的漂亮 所以相当有可能会开始夺冠 或是会进入这个前三 那这样的话您也知道在比赛的过程中 只要自己对里面的哪一个心理或是身体 或是哪一种动作有点点瑕疵 很有可能就是零点几秒钟的落败 那就是一个身体或是一个半个人头就输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他越来越没把握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他们越来越没把握怎么办 就开始用这种药检这种手段 做到连国际奥委会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不能再这样搞了 你在这样搞已经超过了 你是在战术上去干扰中国队的运动选手 结果这么严重程度的干扰以后 在最重要的我们叫做 因为白米是最重要 就好像在田径场上 大家注意到的是100米 因为那是人类间最快的 你看我们不是那么看重 当然200米也很重要 400米也很重要 可是大家最注意到的就是100米 这么短的距离如何能够快到这个程度 同样的道理游泳也是100米 我们叫做钻石中的钻石 结果在这一次里面 中国队获胜了 拿到了军牌 破了世界纪录 而且破的是很漂亮 整个半身 这简直是在国际高手淋漓的情形下 你能够赢得半个身体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相信澳大利亚的这个教练 他是非人类 也就是说他不是人类 为什么呢 因为就人类才会了解人类的体能 常常会有令人精彩的表现 不是人类就永远不会了解 人类的体能 人类的潜能 跟人类创造奇迹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相信澳大利亚的这位教练 他质疑潘展乐说他不是人类 我相信澳大利亚绝对 这个总理 这位教练绝对不是人类 保证他不是人类 因为不是人类才不了解人类 所以潜展乐很明显的是人类 我最后一个我觉得大陆的年轻人很明显的 你可以感受到在这次奥运中 他们越来越有自信 而且他们是完全的自信 完全的自信面对国际媒体的时候 你看他们的答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回复都是如此的有利 这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想请教一下华老师怎么看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目前奖牌的领先 也不是第一次奥运才这样子 但其他的国家会不会追上来 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我们从目前看到的消息 确实都指向了 这些运动员 他们现在表现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那当然我们人的体格等等 随着营养的进步啊 环境的进步也进步了 可是这些更高更快更强 这是奥运的格言 到底怎么做到的 科技当然绝对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科技的发展 还有应用 包括我们自己 像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手上都戴着这个智能手表 它里面就会感测你的心跳啊 血压啊等等的 甚至你生眠还是浅眠 这些难道不会用到运动选手身上吗 再来譬如说像AI 它可以帮助人家判断 比如说运动员的习惯 这个运动的习惯 或者说这个运动员他在球场上 过去的这些数据的表现 那还有包括像医学 医学里面当然除了像运动的治疗 还有运动的复健 甚至包括预防伤害 我们看到有些运动选手 他其实确实还是有夺牌的希望 可是他可能正好受伤了 所以减少受伤 怎么样用这些医学的知识 技术去减少受伤 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的进步 目前看到是中国大陆有些黑科技 但是英国 美国 法国这些没有吗 都有 我只是觉得说 现在就是科技 会让这些强的国家更强 那这可能是未来奥运夺牌的趋势 好 其实在国际间说奥运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的是这件事情了 这个就是当哈马斯勒领 是有到了德黑兰 结果竟然被暗杀了 这非同小可 就怕中东会再有另一波的问题 乙军现在是有空袭影片 说其实他们的哈马斯领袖 虽然还少一个 7月初的时候 他们的二马手 已经就是在空袭当中身亡了 他们强调 那个时候 军事首领这位大夫 是在7月13号 以色列对加萨的空袭当中身亡的 而他们的情报人员也特别的提到 虽然以色列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承认 他们有对当时这一位温和派的哈马斯的哈尼亚 这一位指挥官有对他出手 但是他们说了 怎么会不是我们呢 我们是选择在伊朗 暗杀这一位最高领导人的 原因是因为 除了我们可以把它给除掉之外 而且还可以把伊朗 置于两南的境地之中 哇这还真的是一石二鸟 目前以色列总理都没有对 或官方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正面的回应 但是那塔尼亚我只告诉大家 他的讲法就是 我们处于生死存亡之战当中 没有正面的回应说 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在中东这一边非常的不安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领袖有提到 以色列现在还越过了红线 所以他们的战斗上面会踏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另一个部分则是什么 他们的红色警戒 已经让美国的国务院警告 黎巴嫩这一边 如果公民的话 要么不前往 要么尽快离境 因为他们其实也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出手 现在的哈马斯一次少了两位重要的领袖 伊朗又是他的客人在他们家中 被人家给暗杀了 所以现在看到是已经升起了红旗 暴富红旗 同时呢他们也已经向联合国来通报 说之后他们要采取自卫暴富行动 所谓的写债写藏 好这么一件事情呢 现在大家就在讲 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这个写债写藏 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 美国如果没有授权的话 不可能发生 这他们就联合国大使所说的 那同时消息人士也指出 伊朗这一波会不会像之前那样 像一个射烟火弹啊 然后就完全的结束了 可能不会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召集了代理人团体 大家一起来研议如何报复以色列 这里面包括了夜门胡塞 包括伊斯兰圣战组织 包括里巴嫩真主党 还有伊拉克的抵抗组织等等 好兄弟们通通聚集在一起 甚至也有消息传出 如果呢 对方真的是用所谓的 逆中战机F35射飞弹 然后暗杀在德黑兰这里的贵兵的话 那他们呢 也考虑像中国像俄罗斯来做军购 可能是买空警500 可能是买苏35这些的战斗机 都希望呢 赶紧也把自己的空优给补齐 而纽什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 因为哈米亚呢 他其实一直以来所负责的 就是谈判和谈的这一块 那如果现在他被暗杀的话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纽什的一个读家说 其实呢他们两个月前就有在 这一家饭店下面埋了个炸弹 所以因为哈米亚每一次只要到德黑兰都会住这一家 那现在呢他们就是确认了 这个时间点哈米亚住进这一家饭店 然后才引爆这一颗炸弹 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已经研议很久了 而且已经准备很久了 而这一段时间来他们的和谈正在进行当中啊 卡达负责来帮忙喬的这个总理 就直接讲了 以往他在帮忙喬和谈觉得好像很有机会 但现在一方杀了另一方的代表 到底我要怎么瞧呢 中国驻联合博的代表只是直接讲了 说这件事情就是表明了 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 就是让这个和谈完全谈不下去 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委员 预防委员想要怎么看 因为哈马斯的领袖 现在再少一个人 他们也直接告诉你 不是只有那个哈马尼而已 不是只有哈尼亚 而是连他们的军事上面的首领 也直接被我们击毙 先这样讲就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说是以色列最直接有关 不如说是拿唐亚夫 以色列总理其实早就要下来了 美国人很多人不喜欢他 连美国的犹太人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Sumer 都说要以色列应该提早举行选举大选 他就是要把这个拿唐亚夫打下来 因为拿唐亚夫太好战 太极端 所以他国内很多人也非常反对他 譬如人子的家属都希望说 赶快把人子救出来 在加萨州 以色列这些人子 可能这个战争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这人子只会继续死亡 所以他在国内常常都有大规模的示威 但拿唐亚夫非常的强悍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多党的一个国家 他们很多的教派什么都很复杂 拿唐亚夫他们这个执政党 大概有六个党合在一起这样子 拿了拿唐亚夫本身他们的党 虽然最大但是票不够 所以就要靠那种非常极端右派 极端的这种宗教教派的这些政党来支持他 所以他想要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就要不断的发动这个战争 让这个战争持续下去 这样才能保留住他的政治的这样一个生命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他去什么杀政治党的这些军师的这种领袖 哪都没有化僵 你杀这哈尼亚 哈尼亚是哈马斯等于是他的外交的 他的政治很高层 他们说他排名第二或是什么 不过就是他这外交主要是他在主导 所以他其实他本人没有住在加萨州 他都住在海外这样子 那他就去涡旋 涡旋卡达埃及之间在涡旋 也跟美国巨头这样子在涡旋 那你美国就是希望加萨州洋战争早日结束 因为美国也为了这个纳唐亚弗的好战 也背了这个十字架 成为很多国家责备的这样一个对象 因为他一直要支持他 像是大家说要求停火在联合国 美国就是那个少数投下否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也希望他这个下台 但是你现在所以这个弹劾在进行中 而且一度认为说很有希望 应该会达成和解 人子归还 然后这个战争到此结束这样 可是你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你认为这个还谈得下去吗 而且我们有讲一句话 在历史上都讲说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我为什么你来使我不斩你 因为你是负责来和谈的 你不是来负责打仗的 所以我不杀你 那这个哈尼亚就等于是 加萨的这个哈马斯的 他们的和谈的这个一个代表吧 你把他杀了 那就表示你不要和谈嘛 这个纳塔尼亚夫的确就是不要和谈 他就是要破坏这个和谈 让这个战争不停的延续下去 让纳塔尼亚夫千秋万事 可以继续当主理做下去 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对 伊朗是被迫一定要有所表示 因为哈尼亚是来你这个地方当贵宾 参加你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总统的就职 你把他宰了 你把他在宾馆把他给宰了 如果伊朗今天服务所作为的话 他怎么去领导 他怎么还有在中东还有什么第二可验 我们大家都知道 像福塞这个叛军 包括这个曾祖党 包括这个哈马斯 他们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就是伊朗嘛 加上伊拉克的反美的势力 现在最主要也是伊朗 因为伊拉克的最大的 这个他们主政就是什叶派嘛 最大的教派就是什叶派嘛 所以这些国家 我们现在讲的就宏夸四个国家了 那这个主要的反对这个以色列的力量 反对西方的力量是来自伊朗 那像以色列 伊朗要最大的敌人 把你的客人把哈尼亚给杀了 你如果无所作为那就完了 所以我认为伊朗会结合这些 我刚刚讲这些国家 在伊拉克 苏丹 在这个黎巴伦 然后在加萨州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协调之后的 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我认为一起是会这样子的 好 请教一下赖老师 你怎么样来看 哈尼亚一家人都被以色列杀了 现在哈尼亚自己本身也被杀 那一般推断 当然就是以色列干的 不过我们一般推断 应该是美国跟以色列是合谋 为什么会有证据说是美国有参与这件事 本来美国的罗斯号航母在亚洲 然后跑去中东地区支援 因为艾胜号我也好好回美国去了 所以他到了鸿海去 然后护航 那主要是针对就是叶门的胡塞组织 可是怎么会突然间他就出现在伊朗 这个靠近40公里的这个地方 那很近 那已经在毗林区左右了 可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马上就看到这个罗斯号航母 靠近在伊朗的旁边 这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美国 而且奥斯顶马上就告诉伊朗说 如果你攻击以色列的话 我们一定会保护以色列 那这个等于是直接把航母 押在这地方 八个舰队 就是八艘战舰都已经靠近伊朗 那也就是摆明了要跟伊朗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对干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你说美国完全不知情 我觉得不可能 那因此美国知情的可能性很高 甚至美国跟以色列合谋 以色列来执行 那么或者是以色列在执行的时候 有通知美国 美国就赶过来做后面的支援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以色列干了这件事情 能不能就此消灭这个哈马斯 应该不会 我觉得会激起更多人同情支持哈马斯 所以哈马斯的力量 不会因为他的政治领袖 跟军事领袖被杀 他就徒奔瓦解了 相反的来说 他们本身的拟据力可能会更加的强大 外援给予他们的援助 很有可能会更多 所以这个不是朝正面的方向走 而是朝反面的方向走 那现在对于伊朗来说 他处在一个最尴尬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伊朗被证明他是紫老虎 当他的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杀的时候 他说扬言报复 结果我们看到雷声大雨的点小 当他的军事指挥官 在叙利亚的这个领事馆 被以色列人整个消灭炸毁 而且违反联合国的维尔纳公约的时候 那么他们很大的说一定要报复 结果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所以他已经摆明了就是一个紫老虎 也就是说这个喊的声音很大 但是实际上做的动作很小 其实一个大国 或是一个强国 或是一个中等国家 你只要展现出你是紫老虎的特质 马上就会被羞辱 美国不也在日本海这个地方 举办一次比一次更强大的军事演习要威责 而且现在还跟韩国举行这种常规 跟核武的军演要威责朝鲜的时候 朝鲜马上就暴力更多的导弹的试射 跟核弹的试暴 那这个就是直接羞辱你 为什么 紫老虎的下场就是如此 其实中国大陆在南海也要小心 对台独也要小心 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 那么一定会被当成紫老虎 而且一定会被羞辱 这就是一个你只会讲的 不会做的 没有力量做的 讲的比做的大声的时候 就容易被羞辱 现在的伊朗 如何对以色列保护 你距离那么远 难道你大军灰军过去 然后跟以色列交战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目前对伊朗来讲 它的困局 那该怎么做 我如果是伊朗的 我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这些我的外围组织 提供给它最精锐的导弹 然后去在海外 那么 因为目前唯一能打 敢打美国航母的 就是胡塞组织 那我想应该怎么做 应该要很清楚了吧 是 请教一下华老师怎么做 首先我先讲一个 比较次要的问题 就是 不是新闻讲说 这个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 他的房间是 一两个月前 就会放了炸弹 那表示那间房子 可能都没有人再使用过 不然的话 万一出事情的话 这个姿势体大 这很难去解释 当然我们也看过 这个细节我不讲 就像马来西亚 它在大概2006年前后 或是07年 也有曾经在 这种旅馆发生了炸弹 把人真的炸到粉碎 不是那个一般的土制炸弹 他们说都是军用炸弹 那但怎么做的 当然是政府和公权力 或者可以取得这些炸弹技术的 这些武装团体做的 但是你说两个月前放炸弹 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说F35逆中 然后飞进去攻击再出来 但是攻击完之后 伊朗应该就看到了 难道也来不及反应吗 这个反正很多的罗生门 所以我只能说现在小道消息满天 大家看一看 自己笑一笑就好 那重点是说 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做 东杀一个西杀一个 他当然知道会引起周边的动乱 可是呢 我觉得以色列的纳唐亚胡政府 他现在最高的目标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消灭哈马斯 但第二个呢 他要做的就是要维护他的政权 就像刚才林委员讲的 所以消灭哈马斯跟维护他的政权 那在这两个最高的目标之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区域附近的稳定 对以色列比较有利 还是当区域动荡 以色列变成国家安全 受到更大威胁的时候 对纳唐亚胡政府有利 我觉得以色列现在判断就是 天下大乱形势比较好 所以呢 他宁愿周边乱 而且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嘛 旁边有些纸老虎啊 就算现在我对你这样子 天下大乱 可是你也不敢真的打我 所以我以色列就采取这样的一个决策 另外呢 当然大家会想到 那美国呢 美国角色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民主党拜登政府 他是希望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 你不一定真的说要撤军了 但是你至少不要再进攻 不要再攻击了 不要再造成更多的插枪走火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总统选举 原则上是五五婆 不像拜登那时候比较吃亏 那共和党现在川普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目前川普从他过去一路走来的轨迹看起来 我会觉得川普他是支持纳唐雅胡 他会支持纳唐雅胡 所以纳唐雅胡或许是因为得到了美国部分人士给他的承诺 或者是同意说没关系你就这样做 等我们上来之后呢 这些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呢 所以在这样做下去的话 反而民主党会更觉得头痛 但是呢共和党觉得说没关系 我就支持你到底 那纳唐雅胡有没有得到美国这个线索或消息呢 我觉得只能在日后再判断 嗯好 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要知道 中共的情势现在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 基本上啦 大家还是得看11月 到底那个美国大选选的怎么样了 来目前的最新的一个方式 就是民主党现在就确定是贺锦丽了嘛 因为没有对手 而且呢他是同时具备非议还有亚裔的一位女性总统 美林社的一个民调直接告诉你了 八成的民主党人很满意他的表现 对比拜登那个时候37% 这个数字很漂亮 而且矽谷那一群人又转向了啦 本来不是说哎他们要去支持川普吗 没有超过百名的风险资本家表示挺贺锦丽 贺锦丽呢他现在面对川普揶揄他说 哎你不是说你印度人啊怎么现在要变非裔了啊没有 我呢是觉得有些人就是喜欢嘛弄些老把戏在那边乱讲话 美国值得更好的 前太空人这位 Senator Arizona的Senator 他说哎他觉得川普就是一个绝望害怕的老人 好他也很有可能会出来来担任这个副手 而且呢现在哎民主党可能把老人这件事情 变成他们主要的一个反击的目标了 因为这一位裴洛西要出自传 爆料的就是五年前 说那个时候呢曾经有医师关切川普的心理健康 因为他觉得他的行为很难以理解 讲话的时候呢常常出错漫无边界等等 到底谁的赢面大 这一位说呢曾经九次成功预测没选的专家直接讲了 他觉得贺锦丽的赢面比较大 但是呢这一位在美国 我刚看到他有一个这个续约 Spotify续约他说是78亿 天价续约这一位Podcast主持人罗根 他则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直接的讲了 他觉得现在就是媒体操纵 让贺锦丽有希望可以胜选啦 因为他认为人们现在呢就是不想要川普啦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不管什么胡说八道 他们都会相信啦 而在这一连串的谈话当中呢 大家也在讲 那美中之间呢 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好像美国的驻北京大使直接讲了 他认为跟中国之间的竞争 你不能用冷战的方式来看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中国 如果他还搞一带一路呢 他搞经济 那当然他的军事力量也一直在崛起 制造力量也一直在崛起 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威力比苏联来的更大 讲到了制造 本来不是说要对他们加征关税吗 要一直往上走上去吗 啊怎么现在延后了两个星期 甚至有可能再往后延后 好即便是这样 但是对于中方的这些出口商来说 没差没有差别 原因是因为他们讲先前敢出货的 现在都出完了啦 那所以呢 有没有言对我们来讲影响并不大 可能对美国来讲影响比较大吧 而且呢 现在美国有好多的港口都反对 针对中国那个 乔氏货柜起重机来加征关税 因为最后被跪到的可能是美国的自己人 而且呢在科技站上面 很多现在在美国人他们玩的一个app 据说是叫做talkie 好这个是一个新的AI聊天机器人 下载率蛮高的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其实呢 是中国公司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新的研发软体 甚至呢他们还表示美国大学生讲的 说其实啦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那基本上呢我也不觉得说 哎手机上的app应该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 我也不希望生活是生活 政治是政治 民间感觉看得很开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 这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 请教一下预防委员怎么样来看 好民主党呢现在8月5号的时候 就要正式来决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我大概是在少数在国内啊 认为说贺景帝应该是会当选的 因为我认为川普他这个战争打得越来越疯狂 他自己讲话都已经胡说八道了 又来了一个Vance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讲话比他还更嚣张更狂 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会彼此竞争 然后会仔细地观察做比较 就选民 这样的已经是没有领导人的 领导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就说就乱讲话这样 那川普现在对贺景帝很多批评 其实是帮助他你知道 你说他不是黑人 他不是黑人 他已经知道他是印度人 说这个话是不公平的 你知道美国最有名的黑人的学校 是在华府 黄教授在那个地方 就在华府念的书 我也在那附近念的书 那是黑人的学校 贺景帝就是念这个学校 所以你说他不是黑人 那他干嘛去念黑人的学校呢 可见而且他在那个社区长大 他跟黑人的来往非常密切 他很多的那种影响 受到那个黑人的文化的影响 是很深的 人家都做过这种研究的 反而他印度的背景 是其实是比较没有被提的 那黑人 现在是在美国第三大租群 大概占的人口比例 大概12点多 你知道欧巴马两次选举 2008年2012年 为什么会选的相当不错 黑人的支持度 都是90%以上 尤其第一次的支持度 大概到达92%的样子 出国民调做出来都是90%以上 所以你现在 那贺景帝现在的黑人的支持是多少 只有80% 也就是说80%是在欧巴马对他表示支持以前所做的民调 那你现在欧巴马已经表明支持他 然后你现在这个川普又去攻击他所谓的黑人的这种背景 你是帮他再积累这个选票 所以少数族裔的票 我认为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黑人 犹太人 亚裔 包括有五六百万人的印度裔 大概都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我的看法 因为我以前 我的硕士论文 其实是写美国黑人政治参与 我认为黑人如果对贺景帝相当的支持 就像支持欧巴马这样的一个力道 或是稍微弱一点的话 我觉得贺景帝当选的 那个机会非常高 美国黑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投票率有时候不会很高 你知道 但是你现在让他变成 黑人变成一个议题的时候 譬如说欧巴马出来竞权 这就是个议题 就黑人 涉及到黑人的骄傲 黑人的背景 黑人文化 黑人的历史 黑人的未来 那投票率就会高起来 我认为贺景帝的 你这个川普他们 越加了去攻击贺景帝的黑人的背景 黑人的票会进去的更多 而且因为你那种 刚刚賴教授所提的 这白人资上主义 其实支持川普的主外力量是来自哪里呢 这是低教育程度的白人 支持力是最高的 所以民主党它是比较大的基础 少数民主支持民主党最多 但是少数民主投票率一般是比较低 所以你现在变成这个议题再炒再炒 这整个投票率就会上来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贺景丽 至于说矽谷的这些高科技 对贺景丽跟对川普的支持是50-50 到目前为止大概是一半一半 还看不出谁比较多 其实到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是美股 原因是因为 AI现在大家在问是不是泡沫化了 因为花旗的策略是开始来示警 说AI的抛售潮财要开始 金价又在涨 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 台股这边很紧张的原因 今天跌了千点 所以大家也都在看着美股 到底今天的表现如何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使用 好我们刚讲到 AI现在大家都在问 会不会是泡沫 原因是因为大家现在看到 它的股价已经开始在进行重整 甚至金价也开始在飙了 来请教蓝老师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AI 我们就会看到目前来讲 华尔街的估计 华尔街认为说在未来 AI在全世界的前端 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天象 他认为美国要跟大陆拼很难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是一种软件 都是一种APP一种设计 那当然硬体这个部分 美国占有优势 这就是英伟达他占有的 就是会达他占有的优势 可是你在这个架构上 填上去的这些应用程式 目前来讲 你刚刚介绍的这一款 这款为什么在美国风靡呢 因为它所有的虚拟的图像 那些美女或是俊男 都可以由你自己来设定 你也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输入你的所有 你理想中的美女 你还可以自己组合 组合成为一个虚拟的美女 然后声音你可以自己使用 可以自己选择 就是说你选择 你最想要听到的那个声音 那个长相的人你可以创造 那个声音你可以把它融合进来 然后它的故事你可以把它写上去 完全是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它的演算出来了以后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故事 被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声音 这样一个女生 她跟你聊天 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跟你对话 然后你听到了 那你想很多人在情感上 或是在哪里 他寻找慰藉的时候 他会不会去用这个程式 他就会在这边 得到另外一种慰藉或是满足 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一款的软体 为什么在美国的年轻人 一下子暴涨 半年内它的成交额 它的交易 就是已经到了七千多万美元 那不得了 还有另外一款 也很受欢迎的是什么 你知道在欧洲或是在美国 补教业者是最贵的 就是补习班 例如说美国 你要进名校一定要考 要考试 就像在法国 你要进名校 也一定要经过 我们叫巴卡罗贝阿 的这样的一个考试 可是有时候 我可能我的数学比较好 但是我的物理很差 那你找家教很贵 你上补习班很贵 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就设计了一套 用最好的演算法 教你怎么去理解物理 或者理解化学 那你想 这个老师 这个AI的家教的老师 他的耐心无限 然后他会用各种方法去辅助你 去理解他 例如说他提供你这个问题 你答错了 他就在演算 所以你可能哪个地方 还不了解 他在引导你去了解另外一个地方 你想想看 这个全世界 像我们自己教我们的孩子 有时候耐心很快就用完了 然后我们有挫折感 孩子挫折感更大 而我们阻碍了孩子的学习 就是常常父母教孩子 教到最后孩子最痛苦万分 父母也痛苦万分 可是这个系统他不会 然后你在补习班里面 那些老师的费用很贵 然后讲了半天 然后而且学生还不见得懂 但是这个辅教系统 他就可以帮你解决 你说AI强不强大 这个都是中国大陆的强项 贺锦丽这个部分 我讲一句话 我觉得当他需要中国选民 就是华裔选民的时候 他用贺锦丽 等到用完了以后不再用了 那是因为需要 当他需要印度选民的时候 他强调印度伊 现在他需要非洲选民的时候 他就用强调非洲伊 这很正常 在台湾很多人 跟客家人没关系 一旦选举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客家人沾亲再顾 还不是一样的道理 好我们等等回来 邀请黄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 节目最后邀请黄老师帮我们总结 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看起来贺锦丽的声势 确实是往上在走 当然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譬如说他的对比是拜登 拜登已经被大家讲成这个样子 那贺锦丽他之前也没有真正在台面上 被人家从头到尾检验过 只是大致检验一下 因为他就是选个地方的公职 还有担任副总统 所以他不是真正炮火的焦点 那现在他虽然说有拜登做对比 虽然说他年纪比拜登轻 可是我觉得在未来 当川普的这个 当这个川普的阵营开始转向 因为他本来的战略的战术的目标 都是针对拜登